愛美的女性注意了 今天潘博士要告訴你 夏天想減肥吃絲瓜就對了 它的熱量蠻低的 它大概100公克只有17大 對 你像番茄的話 100公克還有20大 還是太多了 八瓶番茄 這個就是已經有拼了 所以它的熱量非常低 水分多纖維多 減肥是確定沒有問題的 等等詹姆士還要教你輕鬆做出 先甜夠味的蛤蜊絲瓜麵線 NO 那個大量不用擔心的把蛤蜊放進去 對 蛤蜊豪美的放進去 對 湯超好喝的 對啊 好 你看 都開了對不對 天啊 很鮮喔 素食瓜好甜喔 歡迎收看實在有健康 健康最實在 馬上來介紹今天兩位特別來賓 第一位 皮膚白皙 一看都知道她很會保養 而且聽說很會做菜的 來 乾 嗨 今天我要鄭重介紹 她也是個老師來 是個瑜伽老師 我們知道瑜伽 是個塞 我們知道瑜伽不是只有心靈上 在食物上面他們是很有研究的 那到底 哈囉 大家好 對 大家好 妳是個老師 妳幹嘛說要跟啤石菜顏色一樣 是啊 今天我要來講絲瓜 這哽太有趣了 我覺得妳比較想因為她的調味 我其實是 我不是絲瓜 待會做菜的時候麻煩不要把我切下去 哈哈哈哈 絲瓜好東西啊 對 女生你不開絲瓜 真的喔 絲瓜露 絲瓜水 像我們鄉下 我們鄉下有種絲瓜 然後我那個 我的嬸嬸都會拿那個瓶子 去那邊接絲瓜水 然後可以喝 他說就是發高燒的時候 蠻適合喝的 還可以噴啊 噴在臉上保養 對 我們可以講一些 跟食物有關 是的 講到都保養 是美食節目 我聽說那個月經不順 也可以治療 是喔 真的喔 我是聽到一個 我真的覺得 我很想請問潘教授 就是 他說絲瓜有 有重要把絲瓜磨成粉質咳嗽 是嗎 因為我覺得絲瓜是刮的 應該是比較冷的 就是 身體可能就是 對比較冷 然後或者是你 月經來說是不是不要吃它 之類的 一個講要吃一個講不要吃 對啊 我覺得他 我的概念 我覺得因為他是 比較冷的東西 不管你怎麼套我 會不會啊 答案講出來 哈哈哈哈 我的 因為待會兒要考你六十 對 對 想要先掏一些東西出來 這樣 不急不急 我們先進入第一階段的健康水糖考 考得是跟身體健康有關 先加油 慢慢潘老師就跟你們解釋 好 我們進入第一階段的健康水糖考 可蘭麻煩你 好 我是可蘭 健康水糖考 第一題就是 絲瓜還有豐富的纖維及水分 所以吃絲瓜可以減肥 對或錯 我還沒說請搶答 來 戴一招 好 對或錯 請搶答 玲玲 可以減肥 所以是對的嗎 確定 恭喜你 答 對啦 還好 OK 我剛才把他弄很久耶 OK OK 對 有沒有分岔 好 抓下來 那我們的第二題呢 就是 絲瓜是清涼結束的食物 所以女性驚奇的時候 動作請搶答 破 確定 確定 恭喜你 答 對啊 有 怎麼這麼說 有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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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清涼結束 對 因為清涼結束 是 清涼結束了 好帥喔 那我們的第三題呢 就是 天然的絲瓜水呢 是美容聖品 可以多擦 可以美白 欸 神膽 對或錯 請搶答 不行 不行 再一次喔 對或錯 請搶答 欸 可以美白 確定 確定 恭喜你 答 痛 怎麼可以呢 請他寶石 寶石 請看老師來告訴你 寶石 你 不是說特美白 你叫我 我沒有說美白 我沒有說美白 寶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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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減肥是確定沒有問題的 嗯 對 他的熱量蠻低的 他大概 100公克只有17大烤 哇 對 你像 番茄的話 100公克還有20大烤 他比 他比 已經有拼了啦 對對 那但是像 白飯的話 100公克只有140大烤 所以他的熱量非常低 水分多纖維多 所以他事實上 多吃是沒什麼能量的 不過但是很多的蔬菜多吃都沒有能量了 是啊 一般我們講蔬果蔬果嘛 水果還有一點甜度 有的會略高 對 那但是呢 蔬菜是隨便你吃 所以我常常講說 如果你要選多的話 我菜隨便你吃 對 吃到飽為止 可是根筋類不行吧 根筋類比較有熱量 根筋類已經算主食 有的算主食類 所以你要把它分類分清楚 對 對 你比如說像這個 馬鈴薯 馬鈴薯啦 地瓜啦 或者是玉米啦 這些都算主食類的 對對對 這個女性的這個 驚奇不順解 是 他這個地方像這個 李時珍啊 在這個本草幹部就講過了 他說這個 絲瓜叫性平未乾 所以首先先告訴你 他的性是平性的 他並不是寒 不是寒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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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不是他性平未乾 所以像我的話 我本來肠胃是比較虛寒的人 我又吃絲瓜 我是沒問題的 但是我如果吃西瓜太多的話 那太涼了 太涼了 對 然後呢他又有 通筋類型血脈 有這樣的功能 酷酷 所以因此他對於這個 產後他這個 乳汁不公 或者是這個月經 你為什麼早前跟我講 真的 我生完的時候沒什麼奶水 對 後來月經不調 他就有一些幫助 好酷喔 對對對 所以他量少量多都可以調理嗎 對啊 但因為他的性平 性平的話 對於平性的來講就可以多吃 因為不論你是燥熱 不論你是寒涼 對平性的東西 平性就最好的 都適合 絲瓜真的是好東西 吃好東西 所以我們才要介紹 要好吃 那你有沒有什麼忍 是不適合吃的 例如說有沒有什麼 慢性病患 是不能吃的 他是這樣就是說是 如果說 你本身目前正在腹瀉 正在腹瀉 或者是你本身腸胃道有傷口 那我們就不太希望你吃這麼多高纖維的東西 對 因為這個高纖維因為促進腸道蠕動 你腹瀉的時候就是蠕動得很快 所以那個醫生都會拿那個聽診器在肚子上聽說 你的腸子蠕動很快 對 這個好像有腹瀉的現象 他就馬上知道了 那所以因此呢 你不能夠再吃纖維質 再去刺激他蠕動 這是對的 所以如果急性腹瀉的 那麼正在有這個 潰瘍的 就不要 再暫時先不要吃 那但是呢 由於他的能量很低 剛剛我講過 100公克裡面只有十七大卡 再加上他水分很多 所以他是 是糖尿病病人首選的 是首選的 是首選的 首選 首選的 因為他的能量很低 不過烹調方法也是有差的 對 所以我們是 弄了很多的這個 勾芡 不可以 不可以 就真的糖尿病人少吃 對 好啦 絲瓜 絲瓜水啊 到底 都不會美白 寶石剛才那個 寶石 因為他有黏稠 所以應該是膠原 就是比較膠原蛋白是比較感性 對 他事實上是保濕 對 就是他講對了 對有點保濕 然後他又會有一點 鎮定的作用 所以這個發燒可以喝 呃 老阿嬤都是這樣弄 對 他這樣給我們喝 那但是 無論從這個 西方醫學來看呢 我們也沒有看到 有這樣的一個功能 說他可以 所謂的解熱 我們沒有看到他可以解熱 不過但是因為你要小心 你接這個絲瓜水呢 它是蠻營養的一個東西的 那所以因此呢 你要接熱就要趕快用 不然的話 裡面會有非常多的細菌 那現在目前為止 對絲瓜應該有一定的了解 有多一點了解 想不到他這麼厲害 你可以慢慢再多 沒有關係 但是我們要先進入第二個階段 的健康 好緊張又來了 這次是跟料理有關的 OK 好 我應該都會做菜 很愛吃 好不好 來我們進入第二階段的健康水冷考 來麻煩你 好 健康水冷考第二階段 要記得喔 要聽到請搶答之後再按喔 好 好 那我們的第一題呢就是 絲瓜因為含有豐富的水分 所以挑選絲瓜要選越大的越好 最或錯請搶答 您您不是 是答案是錯的 是錯的 是錯的 恭喜你 答 到底絲瓜真的是越大品質越好 越新鮮嗎 廣告回來為您解答 等等詹姆士還要告訴你 防止絲瓜變黑的Petball唷 我會覺得其實是對的 因為泡醋水 都是檸檬水 你也覺得泡橄欖的人的問題 告訴詹姆士還要教你煮出 外脆內軟的蛤蜊絲瓜麵線 我們這個就直接用香蜜 好香蜜喔 好香蜜喔 然後就讓它滾的時候 我們再把可麗把整理 光是可麗的鮮度 但是把可麗的最高 就好了 哇 這整碗吃下去不得了 欸 粉絲瓜好甜喔 這個是不是讓它更加速欸 我都會在你身邊 只要你回頭 我只會為 你先一張 一張 的事 停下來 跟所有其他難得都切乾淨 下吃品 會讓人很不舒服 我不是套贏凱命的工具 我不是你的小丑 留下來不要做好不好 啊 我誰都不是 你為什麽要叫求我 我誰都不是 你為什麽要叫求我 對或錯 經常答 你你不是 這答案是錯的 錯的 恭喜你 答 對啦 再撥了 再撥了 好的 那我們的第二題呢 就是 料理絲瓜呢 可以先將絲瓜 過油 下過絲瓜就不會變黑 對或錯經常答 錯 確定 確定 恭喜你 答錯了 好爛喔 好爛喔 沒有啦 其實都 好酷喔 我沒有吃過耶 沒有其實絲瓜 的瓜 還有它的這個嫩葉啦 或它的捲鬚 它都可以吃 它經濟稍微非常好耶 它非常非常好 然後又很便宜 便宜 而且這個 一般我們台灣來說 從每個人家裡 三天哪 就一道絲瓜 事實上我現在吃絲瓜 從來沒有吃皮 對啊 我們家的絲瓜 我都有吃皮啊 就是它稍微就是 用那個 用那個 刀背 刮一下 其實我好像 知道像很多所有的蔬果 其實它都燒皮的 就是 我們好像習慣愛美觀 或者是 懶得洗得很乾淨 所以我們會去燒皮 但是另外有農藥吧 對不然很多都是皮 有很多養分 對 口感啦 因為我們其實現在很多 現在 坊間比如餐廳在賣的料理 都是因為要它的口感更精緻 所以我們把一些好的東西 反而把它拿掉 對 其實我們要吃粗一點比較好 對 粗食一點比較好 那剛剛講說 料理的時候是 過油不會變 其實是對的啦 我們一般 老一派在做的時候會過油 它就比較不會變色 可是它是量力高耶 這樣就 對啊 所以因為這樣子 我們現在其實也不太贊同 你可以泡醋水 或是檸檬水 它也是一樣不會變色 對 它主要會變色是因為 癢 對 尤其是這個好像絲瓜 碰到鐵質的話更容易 更容易 不是 絲瓜裡面含鐵 也遇到癢會癢化 跟蘋果一樣嗎 蘋果牛肉 或是三樣 所以這一題其實 原來這一題它是講說 料理時 你一直將絲瓜過油炸 就不會變黑 這個是對的 只是說你要不要這樣做 所以你們把兩個觀念混在一起了 你不能把兩個觀念混在一起 它過油都不會變黑 對 但是你要不要用這個方法來 不要 不要 對啦 所以那 那取代的方法是什麼呢 觸水 觸水 答對了 所以你要到了 到了實在有健康 要學會什麼觀念 對 是 對 是不是我們兩個問問題 對 想怎麼弄個節目 緊張一下 要教書什麼 沒有 最主要是油炸 是因為油的部分 把氧氣給隔絕掉 對 其實你如果說好 你不用油炸 你要不要養生的方法 在儲存的時候 你也可以泡橄欖油也沒問題 橄欖油 它也不會變 隔絕空氣 最好是隔絕空氣 那James 那到底我們怎麼挑事的話 你是想說到底是不是越大的越好 沒有啦 我是覺得這個很漂亮 其實最主要想 重量 你大 可是裡面沒有水 那沒有用 因為我才會買到你自己的 好像可以做菜館 這真的很重 對 原有綜藝梗 對 然後再來就是你去看看它的表皮 這表皮是要完整性 要完整性 有些是那個表皮非常粗的 對 但是最主要是它的這個表皮 你要看它完整性 然後這兩個地頭不要爛掉 因為這邊開始爛掉之後 代表裡面也開始爛 裡面也差不多了 因為都可以吃 對 絲瓜其實蠻好調 我要想要避免挑到裡面已經纖維化了 因為我有時候才會買到裡面 就是已經可以拿起來 晒晒當那個洗碗菜瓜布的 這個其實就是 它纖維化之後 它的水都一直掉 它就變輕 所以你一個絲瓜 比如說 你去這一攤上面 比如說有30個絲瓜 你大概 就拿起來蹭 這樣稍微蹭個大概 五六個你就大概知道了 可是如果說 你趁著這個最終 你買回去一切開 裡面都煎回花了 那那攤就不要再去買 對 那都是都老 是不是越大越好 絲瓜越大 我跟你講 越大的就可能越老 對 所以就是說你要 要它剛剛長出來 小小的又很重量的 像巴長大的最好 對 差不多像巴長大的 大大的就好了 不要太大 我們從小 跟它的接觸 不是只有吃啊 菜瓜布也 對啊 絲瓜布大概 我們鄉下都還是用絲瓜布 對 而且越用越好用 對 非常好用 非常好用 洗鍋子都不會把那個 鍋面的那個刷掉 對對對 那丁丁知道怎麼樣 做成絲瓜布嗎 就晾乾啊 對 我記得就是鄉下外面 就是晾在面 然後太陽一直 曬著曬 它整個就爆去這樣 對啊 但它其實有不同的種 比如說現在木桶 還有所謂竹竿種的 它的這種纖維就比較粗 一般就比較用來做拆瓜布 所以跟種也有特別的有 所以那種絲瓜 是不會變成絲瓜布的 不是 也可以 那種絲瓜是不會變成絲瓜布的 也可以嗎 不行 這都拿來吃的 這都拿來吃的 這都是拿來吃的 那為什麼有人在叫什麼蛇瓜 這個是蛇瓜 它種植的 這個又不一樣 這個我沒看過 什麼原因 為什麼要叫它蛇瓜 另外就是它始終都是長長的 然後它是吊在樹上面 所以你看它每次經過晚上 像青竹竹這樣 對 真的像青竹竹竹 那都好吃 真的都好吃 對 那現在不曉得這個 今天我們的 James要帶什麼樣的絲瓜料理給我們呢 這個比較傳統一點 就是蛤蜊絲瓜 我最喜歡吃的 試試看 我最喜歡吃 好 因為我們見它上場 來 來吧 來 謝謝我們的蛤蜊絲瓜 我們今天還放麵先進去 哇 哇 這樣比較有飽足感 對啊 而且我也很喜歡吃一道 也可以放麵 那個絲瓜麵也非常好 對 喔 我剛剛有提到說皮的部分 其實就是這樣 就這樣刮掉 薄 一點點薄 那綠色的部分能夠讓它留下來 一定要留下來 有些人會刮到你們剩下白色 是啊 但是拋刀的時候有些拋刀太鮮了 我覺得不好用 不 甚至是當了嘉穎主持之後 真的不一樣 還可以講說拋刀的人 對 那當然我們要在最短的時間去烹煮它 可以麻酸要油炸 所以我們就薄一點 這樣的話比較快熟 這個快的 好 那絲瓜到底要 因為我覺得對烹的來講 那個時間點是那個嘉穎主婦最難做 對 絲瓜怎麼樣覺得它是剛好熟了 然後裡面又不生 然後又有一點點脆的感覺 其實應該怎麼講 你剛剛講到最後一個脆的這個東西 講的就是重點 絲瓜其實很快熟 只是我們喜歡吃它是有點爛爛的 嗯 然後帶點脆的感覺 對 那你不用擔心 因為其實只要你不要太過膨 它外面外圍的這個部分 都還會是有點脆脆的 好 那軟爛的部分就是裡面的 好 我們這個就直接用香盒下去爆炒 好香喔 它中間開始軟軟軟軟軟 吸水軟軟 對 這是什麼 這是開洋 喔開洋 喔開洋 喔所以不用先爆香喔 其實我們在裡面 一會在過程當中 再炒一炒它就有爆香的效果 喔 那不用把它爆到說整個 哇那個香氣失憶喔 欸我都好喜歡吃 我把它爆到有時候不小心就焦掉 對就是怕焦掉 很容易焦 就是怕焦掉 我覺得我的做法應該錯了 是啊 會加一點水 沒有你剛才先 先不要加水 後面再來加 對 對 對 我覺得像這樣子的 像蝦米啊 或者是一些蒜 然後都好容易就焦掉 我不小心 被 連蒜回去拿了什麼東西它就焦掉 然後薑絲也放進來 喔也是比較晚 對 因為我們畢竟是跟這個 海味啊 就是所謂的海鮮搭在一起 嗯 我的薑絲會比較好 喔薑絲我也是超愛的 對 好 我們現在放 水進來 不擠喔 有些人在這個時候 他可能會拿這個 這個 雞湯啦 或者什麼 先不擠 好 因為我們現在這個部分 我們先去熬它 把絲瓜的甜線把它煮出來 喔 絲瓜的甜線煮出來 絲瓜的甜線煮出來之後 等它煮出來之後 所以我們就把蛤蜊放進去 光是蛤蜊的鮮度 跟絲放的甜線煮 就夠了 好 你看都開了 對啊 這整碗吃下去不得了 哇 天啊 這好了 而且這個那個鞋味真的夠 嗯 絲瓜好甜喔 而且吃得到好脆 好罐厚的耶 對啊 保證鮮甜夠味 保證海味十足的蛤蜊絲發麵蟹 鮮碎 保證對味唷 要出國密集超省錢環遊世界 那你在這個冰河 你看到那感覺壯觀喔 對啊 這加起來叫三百天 對 花了多少錢 應該很多吧 一個人打花 啊 啊 好省喔 怎麼那麼可以啊 一人耶 你被我花錢嗎 對啊 這是一個非常難的機會 因為就是有收到 啊 啊 是 是 是 我現在出國怎麼玩 今天晚上八點請你跟我這樣 我先去熬它 把絲瓜的甜先把它煮出來 嗯 嗯 我先去熬它 嗯 蒸瓜煮出來之後等它滾的時候 我們再把它蛤蜊放進去 光是蛤蜊的鮮度跟絲瓜的甜 就夠了 這倒進去 對 那這個是剛剛的概要說 不要倒掉 我覺得很多 很多那個泡過的東西的水都可以用 像 香菇泡的水超好用 對 可是你要先清洗喔 你要先洗完之後再泡 對 一開始拿出來就開始泡了 然後整個都髒了在裡面 欸 小玉刺的拉肚子 欸 所以我們不是先放蛤蜊喔 沒有 我們要放蛤蜊 可是現在是水還沒有滾 嗯 對 待會面線下去這邊大概煮個三十分鐘 對 面線超快的 對面線很快 那我們等這個蛤蜊 它這邊水開了蛤蜊放進去 只要一開 就可以開三十分鐘 對 所以其實真的你主持瓜 現在在雙菜下它已經完全熟了 對 但只是看你要它是什麼樣的 要多熟 對對對 然後大家不擔心的把蛤蜊放進去 對蛤蜊好美的棒棒 對 那天湯超好喝的 對啊 那天湯超快流出來 如果這世界沒有蛤蜊該怎麼辦呢 對 真的 世界是不會和諧的 一定要蛤蜊 好 我們的面線今天是帶有鹽分的 剛剛放置了一下 然後我們先把面線放進去 我覺得有些有鹽分的東西 真的很難調理 還有包括蛤蜊有時候也有鹽分 有時候都會抓不準 那個鹽要放多少 其實不會啦 你只要記住說 我們任何再烹調任何過程當中 最後再來放鹽巴 對 不要一大早就放進去這樣就好 開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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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開了 哇 那現在面線你把它撈起來 開了開了 謝謝這個 而且我覺得這個又很省錢 所以倒下來根本沒有多少錢 然後全家都可以吃 一個晚餐就這樣來了 就搞定了 而且沒什麼油煙 對啊 現在的人飲食習慣真的因為 現在生活的方式不一樣 所以一個飲食習慣跟以前就不一樣 對 我一定要把它學起來 以前在家裡面 就是那種大家族鄉下地方 哇 每個人要吃飯之前 要煮七道菜八道菜 而且你一定要聞到那油煙味 煎魚的味道 你才會覺得就是 你剛才都開了 對不對 那這個時候你再來試味道 看它鹹度夠不夠 我一定很甜 夠了 夠了 有香油 有香油 有香油啊 然後隔離裡面就有鹹度 還有開羊 對 這個一定要小心 哇 這整碗吃下去不得了 這在衛蜜 他們是如果在家裡 你覺得你要賣多少錢 這個啊 這我不會賣啦 我在家裡自己逐一吃了 我還賣 不是送給客人 就是好朋友 對 這個其實沒有啦 一般如果像這樣 我們今天料這麼多 我看怎麼大家也吃 絕對不掉 對啊 那吃吃看 給你吃完美 哇 好棒喔 好香喔 蛤蜊絲瓜 哇 迫不及待 對啊 麵線 那先喝湯 對啊 要很大聲這樣 好鮮喔 好鮮喔 而且真的那個鞋味真的夠 對 那不是也是對的 如果是我做的話我再加鹽巴 可是這樣是對的 對 因為麵線本身有點鹹 對 難怪我每次都覺得說 是不是好像太重 我的味道做得太重 口味 對 真的 太棒了 嗯 絲瓜好甜喔 而且吃得到它的脆度耶 我下次也要切薄的 因為以前我都切太大片 我覺得好像 當間都有點沒有熟的感覺 然後也沒那麼美觀 對啊 因為其實絲瓜它可能比較好 我們要切細一點 薄一點 薄一點 如果說絲瓜量越多 會比較薄 好棒喔 對啊 而且薄一點 真的看起來比較好吃 所以夏天可以多吃這個絲瓜 嗯 不僅這個水分充足 保濕 薪微多 而且呢 它還可以啊 讓這個身體啊 有這個抗氧化的作用 對對對 那好處好多喔 好處很多對不對 然後它的那筋 它又很便宜 對啊 非常便宜 超便宜 一條大概三十塊吧 三十塊到四十 我們大家啊 真的在台灣 我們一起真的非常好 對 台灣絲瓜隨時都買得到 而且又便宜 對 不好吃 這是一個這麼好的食材 那絲瓜的作法 其實有很多種 多去注意一下絲瓜 我們去烹調它 會吃得更健康 對 希望今天來到 我們今天吃得滿意 然後學得開心 學到好多喔 對 好 也謝謝兩位囉 謝謝 謝謝 大家請繼續鎖定 我們食材有健康 祝您每天就食材很健康喔 拜拜 再見 拜拜 拜拜 好可愛喔 哈哈哈哈 紅茶的味道 風味會比較特殊一點 嗯 那因為有一個豆香味在裡面 你吃起來比較脆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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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晚上六點到六點半 進行鎖定超市的三十三頻道 實在也見 當